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奧 今天是2021年10月27日 星期三 逢星期一、三、五 都會在這裡跟大家說說 比特幣或加密貨幣 如果還未訂閱的 可以按右下角歌制訂閱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甚麼呢 今天除了會繼續跟大家 看比特幣的幣價之外 另外也會想跟大家介紹一件 大家我覺得需要學的東西 就是交易機械人 Trading Boards 今天會跟大家介紹另一間公司 之前介紹了Mudress 之前跟大家說過FreeCommerce 今天介紹這個會比較容易用的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在開始之前先談一談 首先第一件事 大家有沒有看過IG或Facebook 沒錯 我買了MacBook Pro 之前經常提醒大家要take profit take profit之後做甚麼好 除了對身邊的人好一點 對自己好一點 去吃一下玩一下之外 也希望大家可以拿回一部份的錢 起碼一部份的錢 去投資自己身上 無論你做甚麼都好 我相信也有些東西要投資 例如我這樣 如果剪片的話 買一部MacBook Pro 也很合理 這部MacBook Pro有甚麼好 真的很棒 我本來想拍一個開箱片 但我看到很多很專業的人 拍開箱片 另外自己也非常忙 所以我也放棄了 但也想跟大家說說 這部MacBook Pro 拿上手就變成方形了 首先有一個MagSafe 一個比較好一點的充電系統 另外另一邊有一個SD卡的槽 整件事很棒 再加上我這部是M1MAS M1MAS即是甚麼 即是超快 待會我會嘗試開始用這部機 去跟大家剪片 看看剪出來是否快一點和好一點 另外也有些東西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上一條影片有朋友留了個言 我想跟大家說一說 他就說下面的Caption 可能要改一改 那個Caption 說甚麼呢 就是這個可能是本港唯一一條頻道 每個星期平常講加密貨幣的頻道 的確 我在2020年1月1號開始的時候 為甚麼我會做這個頻道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上網搜尋 在YouTube搜尋 在香港是完全沒有一個講加密貨幣的頻道 當時就算有都是很久很久才更新一條影片 或者是過分技術向的 所以我就建立了這個頻道 近來隨著加密貨幣的幣價上升 或者是發展 香港多了很多不同加密貨幣的頻道 有些就比較知識型 有些就比較炒幣型 這裡我希望做到一個平衡 更加是想在這裡和大家比較手把手 比較close 或者是比較自然地和大家談談加密貨幣的 同時間都想提升一下大家 或者和大家一起去提升一下 投資的心態 或者這方面的認識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個頻道 會繼續看下去 或者介紹其他朋友去看 下個月11月會有甚麼呢 希望會有BBQ聚會 希望會有Defi的班 希望會有其他其他的活動 或者希望和其他頻道合作 希望下個月都可以逐一跟大家公佈 或者給大家報名 現在看看比特幣的幣價 先看看 好了來到Trading View 一方面有一樣東西忘記說了 除了這個manbook pro之外 我還買了這個東西 D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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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Focus 是否完成了这个回调的速度向上升 谁知道昨天又跌了一点 我觉得其实都脱离了一个叫做回调的阶段 现在来说 很多人或者大多数人 我自己今个月都不给出一个叫做币价的指标 因为大家其实都是看着Plan B 再提提大家 Plan B来说10月底最低是63K 11月底他说是98K 12月底他说是135K 我希望他全部都中了 但是中间的走势是怎样呢 我都会和大家继续跟进 说回这里先 这条线是上条片已经画了在这里 我会根据币价的走势 和之前的一些走势 都会画一些线出来的 这些线就是我自己叫做无私自通 但是每一次都叫做普遗准确的 你看到呢 这次来说又是差不多跌到这些线的位置 又弹回上去 那未来我会觉得怎样呢 我会觉得今个月Plan B应该都会安全地达标 即是说月底的时候应该会去回63K 希望去回63K 那下个月我们就向着98K这个目标进发了 如果大家在投资上有什么想法 或者觉得要跟我谈谈的话 因为每个人的状况都不同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去Lililio.com那里参考一下 除了做会员之外 每个月我会推出不同的文章 和大家分析不同的东西 又或者可以暂时不做会员 去参加一个一对一的服务 什么是一对一服务呢 一对一服务呢 我就会出来和大家去聊天 去了解你的投资目标是怎样的 从而大家谈谈谈谈 交流下 想想怎样才可以最快最好地达到这个目标 回到这里 overall来说 我觉得现在的币价仍然是十分健康的 但是有一件事想突然想到 想提醒大家 就是之前都说到 牛市的末段会有很多奇怪的project 有很多奇怪的东西 相对出现在这个市场上的 大家在这个时候 无论选择交易所 选择project 都要更加更加小心了 最后跟大家说说 我觉得今次如果真的再跌的话 我觉得最多最多大概都是59,000左右 大概这条线左右 59,000 又或者最差我会看到58,000 就不会再跌下去了 这个是我的看法 今天讲币价说到这里 好了 来到第二部分了 今天想跟大家讲讲这个交易的机械人 之前跟大家讲到Forrest Forrest 是一个外汇的机械人 刚刚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都去听了他们的一个初初的 初手班 是的 初手班 不是这个初手班 即是一个初班 那天那个讲座是整八个小时的 那我就没有听完八个小时的 但是中间我都了解到大概了 什么是外汇机械人 以及他们的工作 或者是生意的模式 我觉得他们都是一间正经的公司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继续报道 之前说的优惠还在这里 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好了 先讲回虚拟机械人 之前跟大家讲过的机械人 有Mujax 来自印度的一个startup 以及FreeCommerce 一个比较专业的机械人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个中间的 一个比较容易去用 以及比较入门的一个机械人的平台 好了 讲的就是这个Bitsgap 首先我们先看看这里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这间公司 这间公司就来自欧洲的 来自欧洲登记的一间公司 其实这间公司 大家都可以放心一点点 因为看其他公司的时候 我们会看很多它的背景 或者它的团队是怎样 这间公司大家都可以放心一点点 因为它完全是不会叫你输入资金 或者是入资金下去 才可以交易到 或者用到它们的服务 所以这方面 对于资金的关系 就会比较少一点点 那它们可以接线到什么交易呢 这里就看到了 这一堆的大交易 它们都可以接线到 用到它们的机械人的Binance OKEX CodeCons 之前提到的Bitfinix 我经常用的FTX 全部都有的 之前介绍过Gaze.io 都有的 有些朋友可能完全不知道 什么是这个 虚拟的投资 或者交易机械人的 简单点来说 就是有一个API 你用了你Exchange的API 通常在Setting 你都会找到的了 你透过一个API 就可以授权这些平台 去帮你交易的 但放心 这些平台 多数都不会有权限 或者当你加入API的时候 你要留意 不会有权限 去拿你的资金 只可以代替你去交易 OK 那看回这里 那我们立刻去看 它的实际操作是怎样 这里其中一个好处 这个Bizgap的其中一个好处 就是它分开 Trading 和Box 两部分 Trading 那一部分 就是说你不需要 Log in 去本身的平台 刚才说Binance 例如 这样就可以买到一些Sport的东西 就是说可以买到BTC 可以买到不同的东西 但今天我们focus在机械人那里 看到机械人这里 其实它的界面相对于其他 上次说的3Commerce 就是简单很多的 你看到它和有一样东西好 我觉得它有一个demo mode 就是说不需要用真钱去玩 大家可以用demo mode 摸熟了才去玩 通常这些交易机械人都是这样的 都是透过一个叫做网格的交易 去帮大家去Trading 什么叫网格交易呢 就是透过同时间 放很多很多不同的order 有些是上面的order 有些是下面的order 慢慢帮大家 将逐少逐少 将大家的利润慢慢慢慢放大 利用这个市场的波幅 去赚钱 今天就不太详细解释住了 你看到这里很多环线 就是说很多不同的order 做了在这里 这个是什么来的呢 这个就是刚才我做了出来的 一个demo的机械人 大家可以按进去看看 让我按一按进去看看 大家看到就是这里 这里就详细地列明了 究竟这个机械人 可以帮你赚到多少钱 或者现在赚到多少钱 这里就列回每一天赚到多少钱 这里也会看到究竟有什么成交 是成交了 成交了的时候 当然是赚了钱 还是赚了钱 然后也有一些open order 它帮你扔出来的order 可以在这里看看 好了 这里就看到还有一个功能 我觉得是ok的 就是可以back test 什么叫back test 就是说可以透过这个机械人 看透过某一段时间 就是说如果我用这个机械人 过去一个月 如果用了这个机械人的表现 是怎样呢 就可以做一个back test 好了 说到无谓了 现在试试一下start一个新的机械人 同时间也想和大家看看back test 这里start new bolt 这里就分开两个s bolt 以及carsix bolt 有什么分别呢 carsix bolt就是说 每一个bolt上下 都是买同等数量的货币 例如1BTC 上下都是1BTC s bolt就是根据currency 大家听起来可能很复杂 简单来说 carsix bolt就是 如果你觉得 cars会慢慢向上升 或者之后会向上升 你就用carsix bolt 如果你觉得是比较横行一点 就用s bolt 有一个详细的解释 我也会放连连续在下面 大家也可以看这个详细的解释 今天我就选择carsix bolt carsix bolt 这里你看到 这里有不同的选择 就是最低的价钱 最高的价钱 以及每一个网架 大概是多少% 以及究竟有多少个level 即是说有多少个open order 还有一件事 今天也想和大家说的 就是take profit 这里有一个好处 大家可以turn on take profit 即是说大概我们赚了15% 这样如果你turn on了的话 它就会帮你自动停 即是我赚了15%之后 它就帮你自动停这个机械人 然后刚才提到的back test 那是什么呢 即是说如果你用这个机械人的话 例如上一个月9月27到10月27的话 用了这个机械人的时候 就会有几多个order 有几多个现在的open order 这个是一个模拟 计算一下 例如如果用这个trading fee 刚刚上个月因为是大升市 所以这个boss是赚很多钱的 赚46% 但是如果你要计算一下trading fee 大家在这里自己进入 譬如0.3%的trading fee的话 它就会重新计算过了 很快就会见到结果了 这里就会见到如果0.3%的trading fee的话 你就会变成了蚀钱了 所以trading fee也是一个很大的考虑 因为网格的交易有一个特点 就是不停不停地trade 所以会有很多很多order的边商来说 那个trading fee的选耗都会比较大 这里大家要记得去填了 好了说到这里大家都很好奇 这间公司究竟是怎样赚钱的 因为整个过程里面 基本上都不会收大家钱的 当然最简单的赚钱方法 他们就是收一个月费的 要用他们的机械人 就要有不同的月费 在这里看到 29元、69元、149元 不详细说了 这里如果交6个月的话 就会贵一点点了 现在登记的话会有7天的试用 大家可以试一下 然后再考虑 或者Basic Pen可能都够用 但我不知道Basic Pen大概是怎样的 不过都再次提醒大家 在玩这些机械人的时候 或者试这些机械人的时候 大家记得就是要用一个demo mode 试一试 然后再去一个live mode 这里live mode 我就没有加任何exchange 这里就刚才说到那些exchange 都可以加进去 怎样加呢 其实很简单 去到你本身的exchange 去到大概setting的画面 你就会看到一些关于API的东西 通常有一些叫做read或者write 基本上你只将一个code 好像是一个叫做密码 抄底它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来这里进入API key 还有这个secret key就可以用到 不懂的话可以留言告诉我 或者下次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再详细一点跟大家说 OK 好了 今天简单介绍了这家Beats Gap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到下面那里登记 就算你不是喜欢用机械人去trade也好 登记试玩7天 大概了解一下机械人是什么 我觉得都是一件好事 喜欢这条片的话 Share like comment 下条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吃饭 敬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